歡迎大家收聽三小事的大家節目祝你 最後這個環節就是娛樂審死觀 今天這個娛樂審死觀的話題是因為網上的一張照片 掀起了無限的談論點 我就想問問李麗蕊你也年輕女過 年輕女過 什麼意思 那些叫歲月輕狂的時間 最封天的時候 陳彥恒的媽媽的教育不會是不輕狂的人 不會很反叛 我和李麗蕊像反叛那些 你越不要我做我就越做 我們這些人都有跟性格的 可能陳彥恒會像媽媽出聲 你想不想我咳咳咳 那好吧就不做 死死地氣就回去 我們那些是怎樣呢 嘴否咳咳 嘴就怕你 我現在出酒 我沒這麼大責بر 你想你養我 你從小起 有試過難過難過嗎 那當然有 難過否 難過 我試過 難過難過 難過我逃 signal 試過跟同學的生活 但還在後天活動 那就不是離家出酒了 試過飯啊 你有病啊 你有沒有笑過捱我 有 我參加機梗了一次 那我就說沒有 剛才就說沒有 我意思是說我頂佬就是去別人家裡飯 告訴媽媽就說 我剛才一來就說沒有 你的樣子都像沒有 我意思是說我頂佬都是去別人家裡飯 然後跟媽媽說聲 頂佬是這樣 我頂佬是這樣 我不會跟媽媽說的 你有沒有試過跟媽媽炒大鑊 當然有啦 都沒有想過離家出酒 都不會離家出酒 最多是不准寫磅 關門 不會 我試過年三十晚 十二點前一定回家 但後來三點才回家 這些我都試過 就覺得自己很威風 輕狂了 過了三個小時才回家 然後回到家後 媽媽好像睡了 靜雞雞快點回房睡覺 就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 這已經是極其量了 已經是最壞的事 很頑皮的啦 但對於我們來說是很輕輕的 你們是甚麼 出酒一個月都不回家 是嗎 警方通緝都要你買那些 你問我有沒有離家出酒呢 對於我來說 不回家一天 我可以任由她 以後才算 但你媽媽不找你的嗎 那你走多久 她都不找我的 你走多久 她都不找我的 對付一些離家出酒的小朋友 你不害怕 她死死地又爛回家 我那天離家出酒 都是離家出酒了八個小時 但那次很害怕 剛才我說的都三個小時 我都遲回家 他們真的來找我 八個小時啊 真的來找你 對 真的來找我 我還要聽到的就是 我躲在一個同學家裡 因為我跟阿嬤吵架 然後她就說她走了 你不要回來 這種氣難下 如果我不走 我真的很壞 她就這樣撿兩件衣服 我還記得我除了撿兩件衣服之外 我還撿了一包複麵 害怕肚餓 小孩子很有趣的 原來現在出酒一定有收拾食物 收拾了一包複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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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覺得很慘 一邊收拾的時候一邊哭 她覺得家人都不理解我 我就躲在我當時很遠的一個同學的家裡 就把這件事告訴她 我跟同學說 她就說如果是這樣 不要回去啦 這些家人不要回去啦 對呀 每個人都不愛你 然後她就在那裡哭 大家就很傷心 很無聊 很無聊 她就去收留你了 對呀 我就這樣怎麼辦 以後她就說 不知道多好啊 收拾了校服 我們一起上學 上學之後就來我家裡住 哇 多好姐妹呀 到八個小時左右 其實一直都在擔心 聽到我媽媽很緊張地來她家裡找我 因為她知道我們兩個好朋友 我還記得那個位置叫白屋仔 然後她就去到那個地方 然後就來找我 還聽到她說 躲起來找你 快躲起來 我就躲在她的房間 多久的櫃裡面 但又聽到我 在外面很緊張 就說不見了她 還有校服都不見了 書包都拿了 很擔心 然後最怕的是什麼呢 她就說 如果在今晚幾個小時 就問她家人有沒有見到 因為只有我同學知道 她家人是不知道 沒有見到她來玩 沒有見到她做工作 你跟我說大話 對呀 我跟她又說大話 然後就聽到我媽媽在那裡說 她就說 如果在今晚再見不到的話 我就會報警 那你就覺得很大件事 就推開門 媽媽 我在這裡呀 不是這樣死死氣的 然後就跟我朋友商量 她媽媽就說 原來你躲在那裡 你真的在那裡 你死了 快點回家 人家怎麼擔當 沒有見到女兒 因為是事敗 死了你們又回家 對呀 回家就被人打 你不見了八個小時 家人那麼緊張 但是警方不受理 八個小時 太短時間了 但你說不見了二百五十日 受不受理 受理 一早就要受理 但是這一家人的新聞 久不久就有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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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呀 因為昨天在網上 多倫波有人發放了一張照片 拍到卓琳拖著 一個就是那些 類似街市買菜的鐵櫃 鐵櫃的鐵櫃 鐵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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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談論當然很快 因為在多倫多的華人社區 就等於香港 很多華人都住在多倫多 或者溫哥華 網上寫了一張照片 這句話是挺難聽的 我就不說前面那一句 因為我都說不出口 就是 卓琳 已經成為了流浪漢 流落街頭 以撿垃圾為生 前面那句我都說不出口 真的說不出口 就是一張照片 就在網上瘋傳 就是 卓琳離家出走了二百五十日 去了多倫多 又試過找爸爸 現在流落街頭 已經成為流浪漢 以撿垃圾為生 嗯 OK 聽起來 你又覺得很惹怒 如果這樣看字面上 是很惹怒的 但如果你細細看 你問我 我看了一張照片 又不是文字上 過了一些非人的生活 是 但你說她的生活好不好 看到不好 看到不是說過得很好 她和她女朋友的生活 如果加拿大的 因為我都住在溫哥華 我都叫何小姐的女兒 嘗試找一下卓琳 如果見到卓琳的話 你說我找她 看看有什麼需要幫忙 因為沒有人有她的電話 現在沒有人可以找到她 只是不久 好像那些尼斯湖水怪 偶爾有一張照片 彈出來 出一出現被人拍到 對 她就在Channatang 是這張照片在那裏拍的 那些大商場的附近 偶爾被人拍到一張照片 事緣是怎樣 不如我重新說一次 加拿大傳出什麼 加拿大傳出 吳以利的女兒 吳卓琳 流落加拿大街頭的事件 當日我不再說 前陣子她找爸爸 但剛剛這個月 連續兩天 都有人發現她 在多倫多購物中心 看到她和她女朋友 她說拖著一輛車 在垃圾站裏撿東西 有些說她撿回別人 扔出來的東西 循環再用 說不好 不是想像說得那麼行黑 不是的 因為我看了照片 真的不是 也不是等於這樣 但你說她的日子過得好不好 應該看到的環境就不好 不好是事實 但未去到文字所說的那麼差 吳你問我 為什麼我剛才問 你們有沒有試過 歲月輕狂 或者為愛 為愛去做的一切 我想在他們來說 他們現在覺得 只要有對方 天涯海角都一樣 現在還在這個 叫做迷戀的時候 畢竟我不知道 以我們外人的認知 這一段感情 就是卓林的第一段感情 初戀 初戀 初戀永遠都比較迷惘 比較迷失 自己也不定 我覺得每個人都年輕 就像你所說 每個人都為愛輕狂 輕狂 我覺得這些是不怪她的 我覺得給他一點時間 卓林 給他一點時間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還有給他一點練力 你問我因為加拿大的 因為我住過在溫哥華 你說要吃飯 又或者要去拿些食物 難不難呢 在加拿大 即是那些救助食物 經常都有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我剛在加拿大住的時候 有一天 都真的這樣 幸好那時候沒有狗仔隊 你又去拿些狗仔食物 我不知道 是呀 經驗一下生活 看人家在這裏排隊 有什麼買呢 你又去救助 我講真的 我真的百分百我的真身經驗 幸好當天沒有狗仔隊 我突然去到加拿大 突然走一走一走 我還記得是在ロbson街附近 我香港人的心態就是 咦 我有試食 有車 有人排隊 我就排一下 用什麼做 融入他的生活 其實當時在我的印象 我以為是有些新的餐廳 派試食物品 我就排隊 我前面有些衣服藍樓 有些是阿公阿婆 我繼續在那裡排隊 排到我前面 你應該有些 他問你吃什麼還是怎樣 還是你說我想吃什麼還是怎樣 我前面 我先做什麼事 他問我住在哪裏 我就把我家的地址告訴他 很簡單 這樣也來排隊 住在高尚住宅區 你也要來排隊 你也要來排隊 比華利山 什麼地方 然後我一說我的地址 對方就說 蛤 我們在派救援物品 救援物資 我一隻手已經拿了三文字 我另一隻手已經拿了一杯 拿了熱湯 我說Sorry 我說Sorry 我以為那些餐廳試食 我還給你 我走了 但你排隊的時候 你見到那些人有衣服藍樓 又有些老人家 你不會覺得有些可疑嗎 我坦白說 我為什麼沒有可疑呢 因為如果你住在加拿大很久 個個都是這樣穿的 其實有些HIPHOP 你又見到他長尾腹又不合 跳腹又掉到屁股中間 你以為他是Fashion 永遠都是衣服清新的 那些衣服 就算 我不是幫加拿大的流浪漢說好說話 他們流浪漢都很乾淨 他們流浪漢都很乾淨 是要洗澡的 不是想像這麼骯髒的 不是的 不是我們香港的一餅二餘 那不可能就是你加拿大的天氣都好些 你香港就是這些時候 他都不想的 所以你問我在加拿大的福利之下 你說要吃 或者要一些去社區中心睡 難不難呢 不難 不是說生活不了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擔心卓林的吃 我看到他生活得一般 但你說會不會沒有捱餓 應該不會 因為我也住在加拿大 因為他經常有餐車派食 經常都有 對 定時定下拿一些福利品 有很多福利品 偶爾又派什麼 偶爾又派什麼 因為他另外一半是當地人 對嗎 類似 根本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們經常都說 他們會去庇護中心裏拿食物 不出奇 整天都是派的 就算這個報道說他去庇護中心 也不出奇 因為他們加拿大的福利是非常好的 甚至有人說 拍到他們兩個牽著手拿食物 不出奇 他最近在多倫多購物中心裏面 看到他和卓林的女朋友出現 有些都不出奇 我想說沒有人有權去贊成或反對 他們這一段感情 只不過我們作為愛人 就覺得你們都 卓林都二十 這個老師都二十多 其實大家都有手有腳 可以找工作做 我正想說 我覺得我明白 愛最大 你們兩個在這樣的情況下 互相扶持 這個很好 但問題在於 未必需要去到這樣的生活 我也不是看不起這樣的生活 只不過是 人在一些有困難的時候 會去拿一些政府給你們的津貼 但正如阿韓姐所說 我是很贊成的 你們兩個有手有腳 還有就是 讀過書的 你的另外一半 你們兩個都可以 仍然愛得這麼轟烈 兩個是這麼癡情 但其實是否可以奮鬥心 多一點點多 因為你們更年輕呢 但是我要給大家更多資料 按照加拿大的法例 其實加拿大的報道也有寫 他們不可以在加拿大做任何一個工作 因為他們拿著的是旅遊簽證 所以當地是不會得到任何的工作 他們如果要繼續在加拿大生活下去 生活下去 不等於 不等於 這個報道是百分百錯的 他們真的要去垃圾站 撿垃圾 變賣 他們是不會得到任何的 因為加拿大是很嚴重的 你是要有工作的Visa才可以工作 他們兩個都沒有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你怎麼會去這個地方生活呢 是不是 你去一個地方都選錯了 去一個地方 兩個開心心地有一個地方住 找份工 可以容許你這樣做的地方 你連逗留的地方都逗留錯了 不如這樣吧 我講一點點 我不應該說 其實少少 其實卓琳和她的女朋友 其實在香港生活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生活到的 因為他們兩個都各自去找工作 但是因為傳媒令到他們 老闆是走啦 你們天天都走啦 不要在這裡做啦 我不是幫他們兩個說好說話 真的不是 他們嘗試在香港生活 但是奈何他們這樣 卓琳的名字太大了 每天都有一些傳媒 去他的工作環境 你知道別人我請你 每天都有記者在外面 不如我請別人 不如你不要在這裡做 很滋擾的 你滋擾 你走吧 不如你走吧 他們兩個都在香港工作 他們在北角也租了一個很小很小的劏房 想在那裡 長相私手 有的 是有的 他們曾經有想過 去工作去捱他們的戀愛 有的 但奈何真是 始終出名的人是有點難度的 明白 但是這樣的生活都不可以長久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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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快就要被人遷返 是的 旅遊證一個 你旅遊證也有限期的 也不是辦法的 希望 我們知道我們 多倫多 我經常都說 人與人之間 無論他是否卓琳 我小時候已經在我們DBC裡 我經常都見到他 和他生活過 就算是一個陌生人 見到這樣 都想援手 想幫幫忙 如果加拿大 多倫多的聽進 或者在加拿大生活的人 如果見到卓琳的話 拜託你們 跟卓琳說聲 如果你說香港的CEO哥哥 想找你 只要在我的Facebook留言 你說你是卓琳 我就知道是你的 我就嘗試找方法 因為我加拿大也有些朋友 和親戚 我都可以想辦法 如何幫助你暫時 生活上的需要 我覺得首先一定要尋求幫助 還有一些可以幫到手的人 也是一個小朋友 我們不需要把他想得 看到這張照片是深刻的 但是也尊重他們的決定 這個絕對尊重 但是長此下去不是辦法 不如找一個好好的辦法 去繼續你們的愛視最偉大 或者愛視你們的權利 但你也要找一個生活的方法 因為我們是國內人 曾經輕狂過 對 你現在想想你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 都是你最好 我最好 我們都曾經輕狂過 曾經可以什麼都不要 只要愛 只願你回頭 對 你當年都是什麼都不要 去了加拿大 去加拿大 回來就什麼都沒有 那就跟阿珍妹拍戲了 我自己做過笨7 我可以把笨7的經歷跟卓林說一次 你是國內人 可以的 正如你現在套回到現在的卓林道一樣 當時任何人勸你 你不要去加拿大 你在香港的事業發展得這麼好 這麼順暢 何必放棄 就去加拿大 你都不會聽 是不會聽 就是 一樣道理 所以我明白他們的處境 所以想施與援手 你說你都是國內人 是 希望我們聽眾 我們知道你在加拿大 多倫多 或者溫哥華都很多聽眾 特別是多倫多 如果你真的遇到卓林的話 如果你走過去 禮貌一點 你跟他說 林楠 有人找你 那個叫施奧哥哥 他知道你說了這句話 他會願意 停下聽你說話 他會願意 因為過往 從小到大 我跟他的關係 都叫做 可以聊天 看他有什麼需要幫忙 我尊重你的愛 我尊重你的決定 我尊重所有事情 但他都要生活 好了 大眾我們最近是尾聲 希望你可以早日解決到 卓林的問題 也拜託多倫多的聽眾 如果看到卓林 幫我們 給他一個口信